这个焦书先生不简单 看到有人对女子下杀手 竟手持短剑冲了上去 只见先生砍断困住女子的绳子 一脚就将杀手拽飞 又飞身一跃 双剑划过杀手咽喉 两名杀手同时身亡 焦书先生名为吕南人 出身无缺世家 家传剑法飘香一剑 名震江湖 只是树那着风 邪教天真教教主 为了独霸武林 想要夺得飘香一剑 便将吕南人的妻子薛弱毕掳走 逼迫吕南人交出秘籍 可吕南人宁死不从 竟打算硬创天真教救出妻子 于是天真教派出两名杀手 打算斩草除根将吕南人杀掉 两大杀手皆为天真教的高手 一人与吕南人对面对抗 另一人则是藏在暗处伺机而动 吕南人防备不及 被毒掌打伤 只能逃走 可速度远不及二人 被前后夹击 堵在瀑布旁 前有狼后有虎 吕南人只能跳入瀑布逃生 幸好吕南人命大 被毒锁伤一直不见好转 只能在一个小山村揭露而居 当一个教书先生 时间一缓而过 吕南人始终没有忘掉自己的妻子 思索两年后 最终决定前往祖上的藏宝洞 学习飘香一见 吕南人根据家中描述 来到了藏宝洞 此地云雾辽绕 有一石碑赫然写着 吕家子弟不处绝境 不会到此 进窟之前定要三思 可吕南人早已坚定心意 打开暗道走了进去 只是到了藏宝洞才发现 根本没有所谓的秘籍 藏宝洞只是一个藏身之所 就在吕南人心灰意冷时 却出现了两个 行为乖张的老头 张口就对吕南人冷嘲热讽 被人戳中伤疤 吕南人自持武艺 打算给老头点颜色 谁知吕南人根本不是对手 老头轻松躲过吕南人的攻击 一掌就打得吕南人口吐鲜血 吕南人醒来后 却发现身体的暗伤已经痊愈 原来老头的那一掌 打通了吕南人的任督二脉 将吕南人一行 交谈之下得知 这两个怪老头 竟是江湖赫赫有名的南偷北道 二人一心向我 想分个高下 无意中来到了吕家藏宝之地 见吕南人到来 北道便想进吕南人 为二人分出胜负 北道让南偷 传授吕南人武艺 只要吕南人比我赢了自己 就算南偷赢 可前辈毕竟是前辈 北道轻功了得 施展轻功 轻松躲过吕南人的剑招 南偷剑壮哈哈一笑 直言 吕南人连拔剑都不会 南偷拿过宝剑 施展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离手剑 剑如回旋镖一般 甩出后可自动回到剑枪 为了胜负 南偷将一身本领 尽数传授 吕南人的武艺突飞猛进 时间一晃三年 吕南人无一大成 打败北道后 下山要找天真教报仇 吕南人下山后 陆遇一红衣女子正在刁难别人 吕南人好心制止 却被女子缠上 女子名为萧萍 见吕南人相貌堂堂 又武功高强 暗生情愫 从萧萍的口中 吕南人得知 自己的妻子薛若碧 正在天真教 吕南人死气心弦 立刻纵马离去 可吕南根本不知道 天真教的总坛在哪 只能先来到一家客栈歇歇 不料被天真教的人盯上 让手下毒晕了吕南人 打算将其押回总坛 萧萍一路尾随 半路就将押送 吕南人的马车拦下 吕南人趁对方分神之际 将近夺早 杀手以一敌二不是对手 只能跳上马车 逃之夭夭 萧萍救下吕南人后 依旧不依不饶地跟着吕南人 可吕南人心知 天真教十二精英坛卓 都在找自己 并且武功都在萧萍之上 为了不连累萧萍 吕南人趁萧萍熟睡 独自离开 次日 吕南人在路上 遇见了自己的好友林北修 这时的林北修 已经成为了天真教的坛卓 奉天真教主之病 捉拿吕南人 毕竟二人相识数十年 林北修不愿动手 让小喽喽对付吕南人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吕南人中毒跳下瀑布后 武功不退反增 一招离手剑 就将小喽喽尽数斩杀 林北修亲自出手 却只是与吕南人纠缠 让手下用金网偷袭 吕南人一时大意被擒 林北修便将他押到天真教总坛 吕南人在天真教总坛 看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妻子 薛若碧 此时薛若碧哭得梨花待遇 劝吕南人交出秘笈 保二人平安 可吕南人已经知道 秘笈是假的 便呵斥血弱比注口 自己一定会将他救出来 此时得知吕南人被抓的萧萍 假扮天真教的人溜进了地牢 斩杀守卫后 将吕南人救了出去 得知此时的教主大发雷霆 让林北修待人 定要将吕南人抓回天真教 吕南人本就不愿躲避 再次与林北修遇上 二人本为之急 不愿动剑 便比是手上功夫 经过南投北道的调教 拳脚更胜往昔 林北修不是吕南人的对手 没过几招 林北修就被吕南人一掌打倒 见拳脚不是对手 林北修竟拿出之前放下的剑 划伤了吕南人的手掌 吕南人见状也不再留手 一剑便刺伤了林北修 忍之将死 其言也善 林北修说出了 他为天真教卖命的原因 原来当年天真教攻击林家庄 林北修被警后 当天晚上就见到了薛若碧 林北修暗恋薛若碧已久 为了薛若碧的安危 林北修才成为了天真教的走狗 可吕南人一听 就感觉到了不对 当时吕南人从林家庄赶回家后 薛若碧就在家中 之后才被天真教的人掳走 同时林北修也告诉了 吕南人自己的猜测 薛若碧就是天真教教主 当初他嫁给吕南人 只是为了飘香一见 吕南人不肯相信 为了验明真相 便和萧萍一起再次来到了天真教 刚进树林 就有一个金王从天而降 这次没了林北修牵制 吕南人轻松躲过 施展离手剑将往砍断 吓走了几人 二人继续前行 来到一处竹林 竹林中陷阱密布 到处都是杀人的利剑 和揭墨制成的陷阱 可此时的吕南人 轻功不俗 轻松躲过陷阱 由于没有高手阻拦 二人一路闯至总坛大堂 吕南人薛若碧 二人夫妻多年 看眼神便可知其身份 刚到总坛 吕南人便明白 薛若碧就是教主 二人见面 接不顾夫妻情意 直接动手 可吕南人 却挑明了薛若碧的身份 薛若碧大惊失色 射出的金针 偏离了方向 反而自己 被吕南人一箭 刺中胸口 薛若碧倒下后 面具随之掉了 露面的面容 正是薛若碧 吕南人问其原因 薛若碧只是回答 想要得到飘香一箭 从而独霸武林 却被吕南人告知 根本没有飘香一箭 可怜的薛若碧 算计十年 终成空 本部电影出现的外景叫做 而且画面唯美的同时 还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吕南人将自己复仇的希望 放在飘香一箭上 被南投北道打醒 明白凡事只能靠自己 而薛若碧像独霸武林 唯我独尊 把希望放在了 不知踪迹的飘香一箭上 最终不得善终 而讽刺的是 飘香一箭根本就不存在 却有无数人为之着迷